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子可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对防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联合各大网络平台广泛开展 文艺静万家 健康你我他 网络文艺志愿服务行动 在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当天 又一批文艺志愿者参与到 慰问白衣战士专场演出 方舱医院直播中 用文艺的力量 为一线医护人员加油鼓劲 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我们是女大医疗队 女大医疗医疗 在学习强国 央视频 抖音短视频等各大网络平台上 面向武汉方舱医院 医护人员的一场 网络直播慰问演出 正在进行 古争弹奏战台风 朗诵白衣战士你最美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这场凝聚文艺志愿者心意的演出 特意选在3月5号 学雷锋纪念日当天 以此表达着对医护工作者 奉献精神的崇高敬意 我自己在文艺的道路上面 其实受过很多我身边的老师 朋友 这些无偿无私的帮助 那现在呢 我有这个能力了 我就是通过我唱歌 去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雷锋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那些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 带着呼目镜和那些病患的朋友们 一起看到这场直播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感受的 不光是艺术本体 他们感受的是全国亿万 这些我们的人民 对武汉的一个支持 一个声援 每天看着他们的 各种令人感动的故事 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这份感动化为手中的音符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传递给他们 这也是我们对白衣战士 对雷锋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 这样的一种赞美和敬意 让我向你道声谢吧 我们的白衣战士 抗议时期的这场特别的慰问演出 没有专业的声光电 没有讲究的浮华道 但是每位演员 还是利用有限的条件 让每个节目 以最佳的效果来呈现 舞蹈节目动作幅度大 为了让直播时 手机的拍摄流畅 准确 节奏好 舞蹈家黄豆豆 一边排演 一边和家人反复商量镜头 在方船医院里 很多的一线的这些 医护的英雄们 他们都是党员和入党的机器分子 那么我想这个节目 红星闪闪 应该是最能够唤起 我们大家的顾名的 最后就是请出了 我们家的这个小烧线队员 他来配合我 这样完成这样的演出 所以我想对于他来讲 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让他受教育 这样的一个 一件有意义的学习的事情 除了文艺志愿者们 金星组织的网上慰问演出 在武汉方舱医院 宁夏第二批原恶医疗队的 11位医护人员 在方舱现场表演了 首语舞平凡天使 用肢体语言表达了 战胜疫情的决心 和对患者的祝福 平凡天使更能够代表 我们的工作 代表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形象 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平凡的义务工作者当中的议员 我觉得我们只是做了分类的工作 但是得到了大家这么多的赞扬和认可 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感谢大家 我觉得我们只要心中有信念 疫情必可挡 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真正的长相 只能看到他们每个人写的宁夏 然后这边有他们的名字 虽然疫情能够就是消磨我们的身体状况 但是还是并不会把我们打倒 这种精神也是非常的 让我们觉得有鼓舞的 2月7号 新疆 宁夏等多支医疗救援队 汇集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开始收治病人 最高峰时患者达到1400多人 经常组织一下大家在一起 就是溜一下身 跳一些舞 很好的 然后大家心情也很好 然后病人恢复起来也很快 腔内的病人的文化生活更丰富了 增加了病人 战胜疾病的这种信心和勇气 同时也给我们医护人员 会继续地努力工作 更会增强信心 增强信念 疫情发生以来 医护人员为患者从身体上 生理上进行治疗 而文艺战士则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为大家提供精神力量的支撑 随着文艺静万家 健康你我他网络文艺志愿服务行动的开展 文艺志愿者成为各大网络平台的热搜话题 其视频数量达2200多个 获得了1.5亿次的播放量 现在在这个疫情当前 因为一直在屋子里待着 彼此的情绪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会变得比较 有的时候变得比较僵 但我其实一定要告诉大家 越是湖南的时候 我们越是要保持一个乐观和一个快乐的心情 用最好的心态和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它 接下来我把动作简单地给大家说一下 一边讲解一边进行动作要领示范的是青年舞蹈家古力米娜 早在2月初 她就在抖音短视频直播平台 率先开设了包括维吾尔族舞蹈 哈萨克族舞蹈 塔吉克族舞蹈等在内的12堂直播工艺课程 上到70岁的阿姨 下到3岁的小宝宝都积极参与进来 为了能够让学员更快更好地掌握授科内容 古力米娜要求学员们上传自己的舞蹈视频 进行作业打卡 一位来自这个宝鸡的一个学员叫夏小夕 因为父母被确诊为这个新冠肺炎 她被隔离官场 那么在病房里的她呢 每天坚持练功 然后上我的公益课 然后认真打卡交作业 我觉得那应该就是舞蹈的这个魅力 我也希望就是通过舞蹈带大家运动运动 让大家更加热爱地生活 那么疫情过后呢 特别希望来我们大美新疆旅游做客 一边是舞蹈一边是唱歌 2012年我的声乐学习笔记 在一次次的线下讲座中 被广大音乐爱好者和专业歌唱者所熟知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级 成年一次 tra consigo 六 read 第六 dém 联大于被天网市 全部使 them 都是哀sche determ 只是欄格 优独牢 证明 coaching 前线的医护人员是叫同心同向共同在奋战 治安精神也是讲的是奉献有爱付出进步 这是和雷锋精神是相一致的 用这种形式向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疫情期间广大文艺志愿者带着感动用心用情 创作了一大批欧歌抗议英雄楷模的作品 用文艺振奋精神传递真情大爱 以实际行动奏响全社会众志成城顽强抗议的战歌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您不仅有机会可以赢取演出门票 和文创产品 而且参加我们线下活动 还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